我想一個人沒有到七、八十歲 他能夠懂得道理 我是一百個不相信 像孔子那樣的人 他是五十才能夠知天命 你看現在的小孩子 爸爸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 要是以前我會敢跟我爸爸講 爸爸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 一個巴掌就擺過來 你那麼小 你就有看法 所以我就很欣賞有一位 他已經中年了 他的兒子有一天說 爸爸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 他很巧妙說 你現在幾歲了 他說我十五歲了 哦 那你了不起 你十五歲就你的看法不錯 我像你這麼小的時候 我是沒有看法的 他兒子說怎麼可能 你沒有看法呢 他說我告訴你 我一直到現在 我還沒有自己看法 我只有我爸爸的看法 我哪有我的看法 了不起 但是這種人 今天大家看不起他 今天是年輕人的社會 就表示人類是不成熟的 我敢講這個話 因為美國人就是標榜 年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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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輕又怎麼樣 誰沒有年輕過 年輕你能夠活到老才說吧 最起碼你有那個耐性嘛 沒有的話 你說什麼呢 但我讓你年輕 年輕 我快點 年輕